你们一达成协议以后 大概全台湾民调公司的线 早就被book满了 请与勤分析系统发现 柯文哲当晚参与管帐直播的 前五名关键次 包括Bee 华国昌汉入党 原来直播中柯文哲被问及蓝白和议题 坦业一个情况 即使最后民调书也不会成任何科配 你们一达成协议以后 我赫然发现说 大概全台湾民调公司的线 早就被book满了 这个月也要有时间了 那我说昨天中午才结束 你太天真了 人家早就准备好了啦 你太天真了 这样子讲 那我们再问一下 问一下主席 如果 17号18号晚上会 你们会有个比对吗 就是验票的动作 这等于是验票 如果你会发现不公不育 你还认吗 很明显的做票 或者说 他的资讯根本用灌的 你会认吗 不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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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啊 其实这是我们当医生的缺点 因为当医生 当了30年医生 也没有被病人骗过 那是他的命 他怎么会拿你 他自己的命来骗你 所以医生就很少被骗 几乎 我们也不会骗人 直播另一焦点则是16号下午 推出时代力量 随即加入民众党的前立委黄国昌 柯文哲当面正式要他担任民众党不分区立委 黄国昌也透露他决定跟柯P站在一起的原因 在我们目前的现任体制下 你就是没有办法 好好的去做到监督制衡 而且在每一次这样子对立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整个社会被撕裂的太严重 所以2024年 我支持政党轮替 而且我支持联合内阁 这样子的一个理念 必须要有一个协商式的民主 必须要有一个联合的内阁来改变